自從折落後,哪些樓盤比較受歡迎 就是閒機的樓盤比較受歡迎 因為閒機最高可以借到80元 相對內地要一個很好的元帥證明 不想拿那麼多錢出來投資的客人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市場商多了一些盤,劈價、減價 發展商就直接一點,直接減樓價 有些發展商就沒有改過樓價 但是改了一個賄賃方式 樓價依然是這樣 但事後在美術那邊回贈給你 這件事就不算特別透明 我自己就不太理解這種貧困 跟一個銀行的朋友吹嘴 他說發展商為什麼會定高樓價呢 就怕這個項目之不抵制 然後給銀行那些貨幣 都有機會的 那個回贈不是說幾萬 是說一二百萬,甚至三百多萬左右 都挺特別的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我希望你回家 說一千多塊不抵制 怎麼會被人拿來 說兩百萬多萬左右 這件事就不會是說兩百萬多萬